好,回到第二節 剛才第一節我們就說了 開頭就是有Lattice Patent and Roar Instructions 我們說了權力 也說了什麼限制 好了,現在來到D這一部分 就是Consulting Chinese Leaders and Associations 即是找一些華人的代表 問問他們 因為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別 其實你在PowerPoint也看到了 在PowerPoint就看到有五庭方 先寫下 五庭方 寫法有兩個 一是烏天方 另一個是五才 也是對的 因為他有右名 以前你也知道 古代的中國人都是什麼字 右名什麼 五才就是他的第二名 可以這樣說 成為了第一個華人的非官首議員 其實除了他之外還有很多華人的代表 我在這裡就給大家看看 這當多別的廣告 還有主席方向以後 這些現象 特別像是羽毛 別恩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認識的 毀寶山 還有何啟 李星 李星和李娘两兄弟都是 这些是当时其中华人社会的优秀分子 非常优秀的分子 说到这一道 1913年 其实1913年 就有华文政务司 的成立 华文政务司 Secretary of Chinese affairs 这个就是华文政务司 华文政务司 做些什么呢 我在这里先飞一飞 华文政务司 尤其是将那些 旧称是虎华道 虎华道 由 总登机关 总登机关 兼任 兼任 虎华道和华文政务司做的事是很一致的 处理华人的事务 亦是跟华人的团体 华文政务司 沟通 可以这么说 因为 刚才我亦都开头说过 西方和东方的文化 不一样 亦都希望 借着华文政务司 这个职位 希望 希望 在 华人的社会 跟这些所谓的英国人 是维持一个 良好的关系 亦都是减少误会的其中一个 最好的方法 我可以这么说 我先回来 这里说的周秀臣 就是 X-Co Member 他就是 做过行政局 非官首议员 还写不好了 亦都是因为 这里看到 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 和 海原大罢工 是不一样的 海原大罢工 就是海原 其实在1922年 就爆发的 省港大罢工 是24年到26年左右 当时 为什么要委任周秀臣 因为经过省港大罢工 你知道那些人 当时在罢工 香港要走 就由香港 逃步 下回深圳 是真的 当时 因为香港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所以 人口 倒减 可以这么说 因为很多都是在广州来的 因为大家都说广东话 的原由 所以就很多在广州 所谓省城的 人 来香港 其实就是谋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最主要就是这样 所以香港现在就走上去 所以 唯有 当时 总督 金文泰 着市 唯有 做这件事 安抚 华人 也是做那些 但是 总体来说 华人的比例一定是 比白人的比例少 所以 影响力其实是极小的 我只可以这么说 其实回到虎华岛 其实华人居住的地方 华人居住的地方 其实 以前 只是很少 分别就是上环 和一个叫做太平山区 在地图 现在的地图 找不到太平山区的存在 太平山区 指的是什么呢 以前就说 山顶就是太平山 是的 现在是对的 但是这个太平山区 不是等于 山顶 当然就有太平山街 有 广幅 好 二 池 也有东华医院 我们稍后会说东华医院 还有大达地 大达地即是 荷里活道公园 即是 在水坑口 水坑口的附近 以前 华人居住的地方 只会在 布丁炸街 不好意思 刚才流鼻水 所以停一停 因为有点病 也是说过 因为最近 可能 炸暖还寒 所以 身体就弱了 继续继续继续 说到 华人居住的地方 就是在 布丁炸街以西 华人居住的地方 其实基本上 以前来说 在中环 是看不到他们的 零 好 继续 好了 东华医院 和 保良局 东华医院 在1872年 就创立了 其实他们做的事 就是 基本的 药物协助 亦都是 亦都是 亦都有一些 relief work 就是一些 consultation 可以这样说 有家育 有些笨状 所以 当时 做笨状服务 就有个 叫做东华乙壮 乙壮 即是暗 墳墳 或者是暗的位置 就在坚尼地城 大家有机会 如果没有记错 是在坚尼地城 巴士总站 里面的 那个碑 如果没有记错 我没有去过呢 我好像去过一次 每天都记得 其实东华医院 1872年落成的时候 仪式隆重 盛放空前 我现在看了一本书 我推荐大家看的 香港史新篇 你学到很多东西 他就 写过人就说 一开始主例人就变奉行隆行崇星礼 字典 即是祭祀的字 用古祭三宪 巡游而掌 一月刑神赛会 观开云集 观众如潮 他说终目 就是医院的总理 直里街村清朝官服 甚至 其中甚至有 拖领者 可见他们都不肯错过 这一个炫耀 尊荣的机会 但是 讲了一大堂 最重要的是什么 由 当时的港督 坚尼地总督 欠获 书专降贵 驾行一个华人机构 也是破天荒 这个书名都电灵了东华医院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是的 好了 说到保粮局 保粮局 就是在 1878年 就是成立了 当时 由几个 东莞人 就是 大家想到就是 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帮什么 就是帮一些 被拐大的女生 还有 就是 做了妓女 而 说到妓女 又有学问 有什么学问呢 妓女 对于 就 以前 石堂咀 就是一个 有什么 妓丸 一 妓丸 是二 妓丸 第三就是 酒楼 那 当时 可以说是 这个所谓的烟花之地 所以当时有人叫唐西风月 唐 就是石堂咀 西 自然说是西还了西 就是 就是这些 就是有少少的由来 石堂咀 以前出名 就是 这些 色情行业 好 继续 继续 Mutual Aid Associations 什么是Mutual Aid Associations 就是 我拿着这张也可以 Mutual Aid Association 就是大家 所听到的 同乡会 同乡会 例如我刚才说过 香港当时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移民来 有些在广州 东莞 佛山 少庆 广东不同的地方 甚至是外省人 外省人也有一个地方聚在一起 因为大家说的是同一句话 例如你是福建人 有福建同乡会 福建潮州 东莞等等 这些同乡会 大家也知道 所以有这些外省 亦有所谓的开芳 街坊同乡会 街坊会呢 当时有四环方仲 四環方中就是一个街坊会四个环 就是西环上环,中环下环,即是湾仔 四環方中的,有很多这些不同的环 五环方中的,但是五环,sorry,不是四 四环的九环是五环方中才对 但是当时我找不到环,如果大家可以回去香港市记 我没有记错是第二,第三集我说过 我说不到五环是第五环,因为没有记错为什么它叫五环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作为一个大家同乡联谊的资地 好了,接着就是乡乙局 乡乙局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又要讲历史 哎呀,逾了 乡乙局呢 是1926年成立 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得1898年呢 根据展驼 香港戒指专条呢 租借新解就99年啦 去到1997年的6月30号为止啦 那么呢 战独了啦,那就是新解就是你的啦 那一路呢,其实 当地的 原居民呢 和 政府呢,其实是发生了不同的冲突啦 那当时呢,最出名的有一个叫做新界六日战啦 新界六日战呢,就是原居民 等等 原居民 VS 政府 英军 那么 优胜劣败,那当然是 原住民KO啦,输了啦 那呢,为了 安抚 安抚原住民 也曾经派过不同的华人代表 跟新界的 这些人 因为这些 原居民呢 其实已经可能是早于 早于几百年前 甚至过千年前 已经在香港 聚居 那么 到了 后期呢 成立一个乡议局呢 就是给他们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法定的地位啦 可以这么说 那其实呢 现在在 基本法的40条呢 就规定了 其实呢,他们是有 一个 就是我们有一个权利 就是可以建议屋的 这个是 基本法40条写明的 所以呢 所以 所以他们现在 就周围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界很多 很多三层的 就是 根据基本法40条 是有权地做 虽然大家觉得 哇,有没有搞错 那么不公平 就是 哇,大哥,他又有房子 他这样建几个 建三层 就能住 但是这个就是 就是 就是 当时 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原居民 就用了这一招 就是等着这条气顺 虽然现在不需要啦 但是 亦都是 因为这样 没有改变过 甚至 原居民 可以消炮掌 消炮掌 是可以的 因为 根据原居民的习俗 英国政府是 Ground 了他们 是可以 用他们的 向例 可以用他们的法律 是 当时也包括 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 一直都不是 英国政府的地方 所以呢 当时清朝美福王 是清朝的地方 是清朝的地方 直到1989年 被人拆 才不算 所以可以用乡例和法律 用他们的法律 进行他们想做的事 好了 第三样 就是 政策 当然 我们要先讲 高压政策 高压 高压 高压政策 oppressive measures 高压 高压政策 有 山顶 画了给 只可以画给 一些白人 只可以给白人 Only Westerners 但是 一个人除外 就是河东 因为它是mix 它是葡萄牙又混不知什么 亦都是华人 所以河东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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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 孙 曾孙什么孙呢 都可以住在山顶 因为他们 是有 白人的血统 而且河东为 英国政府贡献很多 亦都是当时 坏人不可以 做一些很高的职位 其实在公务员体制里面 种族歧视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里就讲了 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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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 白人警察 白 白人警察 不是白警 白人警察 一年 就1000英镑 但是 如果是 印籍和华人 印 和华 一个月 一年850元 港元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 这些是高压 这些是歧视 是摆到明歧视 原因 亦有 两个 第一 可靠 第二 就是 效率 因为以前 白人相信 如果是白人对白人 就更加可靠 还有办事效率较高 甚至可以说 不贪污 连结一点 所以呢 所以他们亦都是相信 白人 白人 都多个相信 印度的 格格兵 和华人 亦都是 所以当时 就 有这个问题 最后就是说 英语 as the only official language 去到1973年中文运动 才有中文 出现 一直都是英文 所以 这个就是 制造了很多 误会 的问题 这是一个制造很严重的 因为华人不懂 很多华人都不懂 九成九 甚至文盲 以前的社会 只有 何启 周秀臣 那些人才懂 你只是靠那些人没用 他不会经常在那里跟你说 今天英国政府做了什么 以前的欠报 欠报 现在也有的 大家可以上去 以前叫圆门报 即是欠报 全英文 没有中文 后期 7188 1880年代才有 跌 都不是有齐 所以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 华右政策 华右政策是什么呢 当然 没有传 中国人的传统 也有 官员用中文名 金文泰 坚尼泥 麦当劳 罗变臣 甚至有很多 不同的人都用中文名 亦有 亦有 受分 给一些 华人的社会 精英 多数都是OBE 或MBE 亦都 刚才我第四条说过 我刚才说的乡乙 已经说过了 就是 recognize 他们那些 traditional的东西 就是他们本身的东西 好 接着 日军占领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 就是很烦的 因为 好像 这四年 就不是很多 做 但是 这四年 我只可以说 香港人 真是 受苦受足 受足很多年 可以这么说 好 Martial Law 又 军政府 实行军政府 亦都是 亦都是 怎样呢 看先 亦都有 当时 1942年 当时 被人占领之后 第一任的 日军总督的 酒井龙 就是香港 军政厅首长 在半岛酒店 请了一些 华人 解释日本人的意图和政策 两天之后 中华总商会组成一个 九人小组 叫做香港 善后处理委员会 其实很多 都是一些 华人的精英 尤其是 罗旭和 罗文感 这些 大家都听过 所以 善后会 善后会 就由一个叫做 流氧华会 两华会 善后会 是 只是 改名 善后会 解散 其实 说到这样 就是 你说他们是不是卖卖国呢 我不敢说 但是 但是这样 就唯有保住 命 因为那些日本人是 你明白的 当时 好了 好了 以华制华 就是两华会 以华制华 就是两华会 还有 一个 repratation repratation 写错 repratation 写错 repratation policy 中文 归乡政策 归乡政策 那归乡政策是什么来的呢 很简单 归乡 当时 轮陷之前 香港人口 约是 160万 松 也要多了 其中60万人 在日本侵华后 在内地逃港避难 你都知道 日本人 他不是要理什么 他也是 为权力 为拡大版图 所以 当时 日本人 认为 要尽一切力量 从160万 去到60万人 就是要洗走100万人 100万人 走去哪里 搞了一个归乡政策 当时的军政厅 成立了一个 归乡委员会 后改称为 归乡指导委员会 到香港各类的社团 同乡会 商会工会等等 安排 喬港人士 回归故乡 1942年7月 日本军政府更加成立了一个 归乡事务部 专质处理华人 回乡事业 亦去到日本 台湾前夕 真是 很厉害 60万 他们得了 得的 那 真是走了 可能 已经很久没试过 只有60人那么少 OK 继续 implementation of oppressive policies 当然 比英国更坏 我只能这么说 怎样高压呢 1 将街名改成日本名 例如 当时有什么出云通 什么通 改了什么通 什么通 什么通 你去日本去shopping 那些街名 什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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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改了 亦都强迫 华人 学 日文 什么 Watashi wa 一定要强迫 亦都 将 日本语 这个课程 列入school curriculum 没得你不学 OK 第四样东西 军票 还有 一样就是 food rationing 中文是 呃 死了我省不起 中文 即是 大家 大家去分配 配级 配级 省起了 配级 food rationing 所以当时很多香港人都很辛苦 可以这么说 亦当时 这个日本政府的架构 都分为了 参谋部 有副长官和总部长官 要是军政府 亦都总部长官分为七部 有 文字部 即是处理人民 财政部 交通部 经济部 报道部 以及管理外 和外事部 亦都是 一路 利用 华人 一直利用 利用华人 希望多些人可以离开 香港 让他好好管治 好了 投降 隔于 日本 日本就是 偷襲珍珠岛 那 抱歉 最近不太舒服 所以 入美国 本来美国 就是在做一个所谓的 isolation policy 孤立政策 迟些会说 说到二战 说到二战 就会说 因为他採取孤立政策 孤立政策的意思 顾名思义就是 他不会参与任何 战责 但隔于 偷襲珍珠岛 Pearl Harbor 所以美军反击 扔了两个原子弹 长期和 广岛 所以 就随着 所以 英军就回来了 当时 当时总督 杨慕琪 下一段片就说他 马云 杨慕琪 被日本 软禁 俘虏 应该是这样 就是 做了战俘 可以这么说 就 没事了 因为日本 战敗 投降 所以他就放出来 当时 就送了一些所谓的naval fleet 就是战艦 由一位 叫做下角 Harkord Cecile Harcord 就是 现在你看到 下角度就是由他 移名 在1945年9月1号 是否这样写 我不知道 是否写错 所以 就是在1945年9月1号 杨慕琪正式重返 香港总督的位置 入军 战败 离开 签了就离开 香港又回复英治 在结束 好了 在结束之前 我们会继续讲 一路下去 当时 其实 大家都知道 两个 国共内战 打完仗就是国共内战 当时共产党打赢了之后 曾经有收 香港的念头 有想收回香港 但是当时 可能是 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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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势所逼 当时 毛泽东 就认为 收香港是 不适合 因为 第一 刚刚 打赢国民党 拿到 中国的控制权 当然 拿到中国的控制权 不想那么快就 拜 拜在国民党 甚至拜在英军 美军手上 这是一个策略 所以当时 他没有向英国提出 要交还香港 这个就是一个 挺有趣的故事 可以这么说 说了半个小时 很累 所以 下一条 视频就讲四五年 去到七八年 政治发展 我们下一段视频就再见 拜拜